为了感恩母亲的伟大 上周六市任府社会处和复联会 共同举办了模范母亲及亲密婆媳的表扬大会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基隆七区模范母亲及亲密婆媳代表表扬大会 现场温馨热闹 主办单位非常用心 还邀请海燕合唱团演唱动人歌曲 另外也邀请了台湾琵琶和葡萄牙小提琴家共同演奏 我也是做阿嬷的 已经有孙女了 媳妇也是跟我同住一个无缘下 那我想媳妇在上班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时间 就看到有些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能够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做的 我们都不要去计较一些的事情 可以做我们就尽量来做 社长夫人分享自己与媳妇的相处之道 就是多帮忙多关怀 而当选模范婆媳的这一对 陈真凌华与许素梅 从早工作到晚上回家都相处在一起 相处至今没有吵过架 婆婆笑着说 媳妇比女儿还要贴心 她很乖很听话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吵架 她每天都很辛苦在店里顾店 平常跟婆婆就是 把她当成自己亲生的妈妈一样 我们每天都在店里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回到家就一起看电视这样子 市长 议长及立委徐少平都亲自到场祝贺 有八位模范母亲来接受前世给他们的一个表扬 有八对亲密婆媳也来接受前世的表扬 我们也借用今天的表扬机会 能够弘扬我们的孝道 所谓婆媳过招七十回 婆媳的相处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代表我们婆媳的相处都非常的和乐融融 也让身为老公非常非常的优柔自在 的确相互尊重多替对方着想 是整个家庭和乐的主要原因 整个颁奖现场让人看见典范故事 与浓浓的温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